歡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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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來 就是其實 一開始就知道說寫真書必須要有 裸露 對 比較裸露的鏡頭 所以我心裡就跟這聲音是一樣的 對 偶一偶一對不對 就會很緊張 是是是 但是知道說 既然要裸的話 就找一個自己有感覺的地方裸 是是是 所以如果沒感覺就不亂裸這樣 有任何的安全措施嗎 沒有耶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是 例如星空那一張啊 還有巨星那些地方 來 掌聲歡迎今天佑聖的粉絲代表 掌聲鼓勵 好 這個是就是因為佑聖在裸露 這一本寫真書中 呈現最真實的自己電話 然後呢 所以我們要 獻上我們的真心 然後用我們的真心 手去拿這樣 友誼的擁抱就好不好 好 來 好 好 來 謝謝你支持佑聖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剛才來之前我還蠻擔心的 因為今天好像台北這邊蠻多活動 那我就想說會不會人比較少一點 但看到這裡那麼多粉絲很支持我很開心 因為現在開始在拍新的戲劇 正在找麻煩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再去做全數的動作 11月13號的時候會去日本 對 是為了吸力人氣 因為他們在那裡已經播的 就差不多進入高潮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回去宣傳 因為他們好像每次有活動 現場都是幾乎都會有救護車跟消防 好像是耶 怎麼 就會有一些 呃 特別的音效 應該說 台北界的 呃 消防系統啊非常好 因為之後有狀況他們都絕對不會缺席 對 因為寫真書之後啊 會不會怕大家都是只想看這些事情 呃 我覺得還好耶 可是 的確啦 在不管是戲劇上或是作品上 他們會想要往這一塊去發展 那我就會自己稍微有一點點選擇 對 好玩的話我就覺得欸 那就大家一起來玩 那如果說我覺得欸 這個地方應該 不用這樣也可以有效果的話 我就會想別的方式 對 主要是作品越好越好 你們是不是有劇組的想要 想要擬脫 然後跟經紀公司有點不愉快 不會到不愉快啦 只是大家就是 拉鋸了一陣子 對 那我們剛好 我們經紀公司跟劇 就是劇組的辦公室在隔壁 對 所以大家互相就會 很直接的可以溝通 對 所以還好啦 最後決定是有要裸揍嗎 決定就是 絕對不會讓觀眾失望 又生這兩天有跟心裡聯絡嗎 聽說他早上已經生了 有沒有什麼發展 啊真的啊 哦 恭喜啊真的 就是 我覺得他從 就是有身孕到現在 就是經過了一些 一些波折跟事情嘛 我覺得可以 這樣子保護好 就是說 照顧好自己 然後順利生下來 我覺得非常棒欸 我們改天再大家一起去找他 嗯 會再去看他的寶寶嗎 對啊對啊 一定要 其實我的粉絲屬於比較理性派 可能跟我自己 偏理性可能也有關係 遇見比較年輕的 譬如說高中生 國中生 他們就真的比較 嗯 讓我驚訝 不過 他們就是 真的想要做些什麼時候都被擋住 就我也會去學校 他們會很尖叫的 要衝過來 要做什麼的時候都會被擋住 所以 真的也沒有讓他們真的接觸過 剛才有啊 走過來的路上就被摸了 對啊 就摸我的手臂啊 因為剛好就是蠻近的嘛 男性朋友買的話 他們有些是想看我的文字 對 那有些就是 嗯 蠻多 我知道我自己身邊啦 蠻多同志朋友就是拿來 當作生日禮物送給他的其他朋友 像昨天我去 有個地方買東西 然後他的店員就說 可以幫我簽嗎 然後 通常都會簽書的封面 但他說我們老闆特別要求要簽在 那張巨石的那一盞 所以他翻開我就整個人就 就有點受不了 我說喔好好 簽哪裡簽石頭上 我就簽石頭上這樣 就自己會蠻害羞的 所以如果哥 你們今天要求說 我要簽哪裡都可以嗎 還是不行這麼後面 其實我能配合的 我就盡量配合 只要不要簽到我的臉上 我就都可以 OK OK 謝謝 謝謝